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桃园有一家开了17年的中菜馆 因为餐厅师傅很擅长川菜 粤菜还有台菜 所以结合了各方菜系 端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打手料理 像这道经典的川菜 口水鸡 得腌制两天才能彻底的入味 师傅还特别去顾 让客人可以方便食用 另外这道是改良来自于粤菜的蜜汁老油条 油条包裹着鱼浆 鲜榨然后再炒 炒出来香气浓郁 口感相当有层次 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 可以让这家开在桃园市大型路上的餐厅 每道用餐时间总是坐无虚席 我住桃园 桃园吃太多了 但是这家吃不腻的 公司今天聚餐把小朋友全部找来 这家来吃的就赞 让客人赞不绝口的 就是这道口水鸡 主厨蔡坤贤说 一定得选防土鸡腿肉 因为我们料理的时候 他可能会说 就是我们选择荒花鸡 它的体型比较大 然后比较足 它的量也比较足够 沉甸甸的大鸡腿 要经过主厨的妙手 去掉骨头才好入口 肉与骨头之间把肉切开 顺着骨头 沿着骨头边边走 走到底 用手指头把骨头跟肉 把它区分开来 得用玫瑰盐特调的腌料 腌制两天才能入味 把酱汁咬到鸡腿里面 盖过鸡腿就渴了 洋葱骨底 放上片好的鸡腿肉 还要淋上主厨特制的辣酱 就能上桌咯 白嫩嫩的鸡腿肉 更凸显红通通的辣酱 口水鸡菜如其名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腌制过的鸡腿肉 皮Q弹肉紧实 有辣酱来提味 更是香辣有余韵 口水鸡好吃 就是我还没有吃之前 我就会流口水 然后接下来 我口水就不流了 吃完了 跟一般的不一样 蛮Q弹的感觉 不像有些的肉 吃起来很柴 累积28年 厨艺经验的菜通贤 擅长川菜 粤菜 和台菜 回想当年会踏入餐饮业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吸引了他 国中毕业的时候 在误导物状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本身就在做 然后我去找他 就当下看到师傅在磕花 那一刹那让我产生兴趣 然后就进来这一个行业 没想到这一做 就是28个年头 但是人总会遇到挫折 他也曾经一度做不下去 人家假日都是休息 然后我们都是 战战兢兢地 在应付这些时刻 这样 有点累累的 但是累归累 看到客人吃完 盘子中都没有东西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 又让我 又开始对这 执着地做下去这样 看着客人把菜 吃得精光 又燃起蔡坤贤的厨师魂 把自己所学的各菜系料理融合 靠着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 让他获得国际认证的殊荣 我今年也很荣幸地通过审核 得到世界认证奥普斯行政主厨的荣耀 还有法国南代荣誉会员的勋章 多年累积的厨艺受到认可 其中拿手菜 还有这道蜜汁老油条 馅料是虾泥和鱼浆 每天从市场里面新鲜 现打的棋浴浆 然后虾子是剥好的虾 然后打成虾绒 最基本就是把它拌均匀 让它包起来 不要说有的地方没有虾子 有的地方有这样 蔡坤贤说 费时又费工的手工搅拌 才不会破坏口感 外层酥脆 然后不含油 这样就可以了 中小火去控制它 然后要起锅的时候 再以大火去收油 炸到酥酥脆脆的油条 要吸附红彤彤的蜜汁 才算够味 菜空前不断翻炒 让油条均匀裹上蜜汁 堆叠成塔的蜜汁老油条 一上桌就飘来甜甜的香气 脆口油条里 竟然有弹鸭的内馅 甜甜咸咸的 真的好耍脆 脆弹 一般油条 其实回锅之后 就变成油味很重 会变成老了之后 没有弹性 它配了那个肉下去 感觉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打破传统 打破传统的 还有这道酒酿麻香蛋 是菜坤咸的发想 这道菜属于叫 复古式 复古风的炒法 好像我们以前 古时候那个阿嬷 你在家里面煎个蛋 那个麻油蛋的 类似那种方式去呈现 这样 然后加点酒酿 酒酿的甜 有点酒味 还有麻油的香味 简单的煎蛋 也有技巧 必须不断摇锅 才能煎得漂亮 这个动作是属于 不让它黏锅 让它把它均匀地受热 才在摇这个锅 煎到带点厚度的蛋 得配上特调的酒酿酱汁 热腾腾的酒酿麻香蛋 喷香上桌 香气完全藏不住 煎到焦香的鸡蛋 融合了酒酿和麻油香 非常下饭 那个酒味是有一点 可是也很好吃 不会弄得很浮的这样 它吃起来也是很有口感 对料理的热忱 不会随着时间淡去 蔡坤贤有自己的充电方式 他说每当客人清空一次碗盘 他就像被充电一样 动力满满 要用热情不灭的料理手艺 让客人吃得开心又饱足